回答《聯想》,1992年 中國政府要求那些國家企業 要用內地的電腦和電腦系統 聯想能不能夠繼續受惠?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試過炒作 只是一至兩天而已 之後就甚至跌下去 我覺得聯想的炒作上 純粹是7元不穿 博反彈,現在人們正在彈 所以我覺得你去追聯想 直播率不是特別高 你問我,基本因素上未來 我們覺得這一行業買股票 最主要就是看整間公司是否很穩健 是否業務上有一個很持續的持續發展 聯想有的,不會突然間電腦沒有人買 但問題就是我覺得 第一方面,公司的賣點 向來不只是銷售內地的企業 去買完聯想電腦 海外市場這些都重要 現在面對著就是供應鏈問題 毛利率問題,成本問題 所以聯想我覺得你這樣 可能你至少炒Range 7元至8元左右 但現在7個半樓上 好像直播率不是太過吸引 你不排除來這樣 要橫行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能就是7元 甚至8.2元這些水平 所以現在在中間位的時候 你才去追 直播率不是太過吸引 是,好 有一個空間有的水平 太過份了 不可以看到 你不可以看到 你不可以看到